不过在今天国庆日传出了不幸的意外消息 彰化有三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童 在国庆日这一天中午相约到 南投汉彰化交界的猫罗西汐水 当中有一个人失足被汐水给冲走 另外两个人发现之后立刻跳下水去抢救 也有另外一个人遭到冲走 虽然说经过搜救人是找到了 但是却已经酿成了两人死亡的悲剧 我的天啊 我知道我知道你别搞 哭声呼喊红姓南投的妈妈 站在猫罗西水岸边 等待警消快点上岸带回奇迹 心急入焚的妈妈当场混了过去 已经在早了 在早孩子在早了 在早了好不好 没有在早了 唯一获证的中姓南童惊魂未定 一想到其他两名同伴下落不明 自责难过 创始国庆假日的中午 分圆着三名国小六年级的南童 相约到猫罗西汐水抓鱼 最先下水的李姓南童不小心被水冲走 随后洪姓和周姓南童相继下水 想拉回同伴 但是溪水无情 只有周姓南童自己游上岸 我们就看到他现在那个手扶在上面 我们就赶快手拉手下去揪他 可是那个他已经飘太外面了 不少周姓南员一度背着气瓶 遣下基底救人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搜救 才找回两名溺水难童送一急救 不过都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对于含射和周姓南的抗带 随后的抗带 随后三代的老实时速度